这个大妈靠教人上厕所成为百万富翁 她的服务对象全是亿万富豪的孩子 三天时间包交包会 收费只要2000英镑 为了孩子 英国的这些富豪 一年能花掉约800万人民币 除了做变训练师 他们还聘请了助眠师 营养师 瑜伽师 造型师 就连遛狗都有专门的粪便处理师 这是我做梦都梦不到的素材 34岁的妮娜 在伦敦的富人区切尔西 有一栋700万英镑的连排别墅 家里有三个孩子 七只吉娃娃 作为一个知名服装设计师 妮娜既要貌美如花 又要赚钱养家 因此不太有精力照顾家庭 为了孩子 她聘请了三个司机 三个保姆 两个家教 以及厨师管家 生活助理等 此外 她还专门给七桃口 请了粪便处理师 每年只需要付20万英镑 他们就会把家里 打理得紧紧有条 这位壮士叫奥多玛 她是妮娜家的保镖兼司机 主人家有一台兵力 专门供她驱使 奥多玛每天的生活 过得朴实无华且枯燥 无非就是送孩子上课 接孩子放学 逗孩子开心 教孩子打拳 经过几年的僵处 她已经成了家里的一份子 妮娜一家 从不把她当外人 孩子每周的生活 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学钢琴 参加科学俱乐部 玩乐高 练空手道 还得上阿拉伯语补习班 妮娜则充分享受她的私人时间 在聚光灯下凹造型 除了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以外 她也专门给孩子 聘请了儿童造型师 就连七条狗身上 穿的都是名牌 他们还有专门的衣柜 里面塞满了卡沃利的T恤 姑且的背心 此时此刻 不知道大家脑子里 有没有闪过一个问题 这个家还缺狗不 不过相比妮娜 这位来自俄罗斯的富豪 出手更加扩重 他直接送了保姆一套别墅 此时此刻 不知道大家脑子里 有没有闪过第二个问题 这个家还缺保姆不 伊格尔是从俄罗斯移民过来的银行家 他住在肯兴顿大街 一套4500万英镑的豪宅里 肯兴顿大街 是英国著名的 一碗富文艺条街 但即使在这里 他也是富豪中的战斗机 因为夫妻俩工作繁忙 13年来 他们的女儿 一直由保姆马沙基照料 马沙基除了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平时还经常教她 国际油价走势 和银行投资等知识 在她无微不至的照顾下 这位千金小姐 既温柔又有教养 她将马沙基 视为自己的第二个妈妈 女孩的母亲 也对马沙基赞不绝口 称她是自己的好搭档 因此 当马沙基提出辞职的时候 伊格尔直接送了一套别墅 来挽留她 她说 能用一套别墅就留住马沙基 这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 也是最划算的一笔投资 马沙基最后还是留了下来 这别墅不别墅的倒是无所谓 主要就是喜欢照顾孩子 除了保姆 伊格尔还重金 聘请了顶级资教 她的女儿五岁开始学小提琴 直接把国际知名演奏家 请到家里辅导 这就好比 把朗朗请回家 教你们的孩子弹琴 这不是赢在起跑线的问题 而是一出生 就是普通人的终点 能为富豪们提供服务 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除了高昂的工资外 他们还能享受到各种福利 包括住豪宅 免费使用雇主的美容院 健身房 还有机会乘坐私人飞机 旅行滑雪 与明星打交道 和王室开party等 因此一些服务机构应允而生 他们专门为富人 寻找合适的人才 只要前到位 他们能找到新东方的名师当家教 退役特种兵做保镖 山东兰祥的大厨教厨艺 丘明山的车神当司机 如果这种专业型人才 无法满足需求 那还有富和型人才 比如这两位辣妹 就是保姆界的卷王之王 他们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文能提笔上考场 武能上马揍流氓 在做保姆之前 他们都曾当过警察 既有父爱如山的安全感 也有柔情似水的母性关怀 除了保姆外 主要服务富人的私教行业 也蓬勃发展 每四个英国孩子 就会有一个请私人家教 越有钱的父母越卷 马克是英国教育行业的 一位顶级私教 一天能轻松赚到八千英镑 他的客户不是王室贵族 就是亿万富豪 他早就对这些家长 在课外培训方面的 大撒币行为习以为常 马克轻描淡喜地说道 对于这些家长而言 一年在一个孩子身上的教育支出 超过一百万英镑 这一点也不荒唐 话虽如此 但他最近还是被一位 任性家长给震惊到了 他一口气为孩子请了 十二个家教 每个都是各个领域的精英 不是泰晤士报的高级编辑 就是皇家园林的园艺专家 别的孩子 只能在教科书上看看金字塔 这个孩子动不动 就去埃及现场观摩 孩子母亲希望 他能够上剑桥 或者牛津大学 最后获得诺贝尔奖 这个未来的诺奖得主 现在只有八岁 除了私教外 生活上的导师也是必不可少 其中最奇葩的 无疑就是作变训练师 顾名思义 他的任务就是训练孩子上厕所 很多小伙伴看到这里 可能会虎去一阵 这个技能 父母教几次就行了吧 还能成为一个职业 事实上 这不仅存在 而且还是一份高薪职业 曼达就是一个作变训练师 一般只要三天 就能教会一个孩子上厕所 然后收费2000英镑 通过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他已经在当地最贵的住宅区 洗涤一套新房 虽然被人嘲讽为作变女士 但是曼达却毫不在意 甚至为了扩大业务 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作变训练协会 还邀请了很多富豪贵妇 给他站台 有人质疑 这看起来像是割富豪们的韭菜 对此曼达说 富人有资本 请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他们能请厨师 助眠师 营养师 那自然也能请作变训练师 因为工作的原因 曼达被邀请到一位贵妇的家中 这是一座宛若城堡的别墅 里面更是富丽堂皇 因为有47间房 并且需要照顾五个孩子 主人聘请了很多厨师 家教和保姆 对于请曼达来训练孩子上厕所这件事 他觉得这不是什么智商税 因为这是需要用一辈子的技能 所以这钱花得非常值 不管多贵他都会支付 此时此刻 不知道大家脑子里 有没有闪过第三个问题 这个家还缺作变不 啊不对 是这个家还缺作变训练师不 当然 看了这些有钱人的生活 大家也不用太过羡慕 其实生活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虽然我们体会不到他们的快乐 但是他们也同样体会不到我们的烦恼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点赞 建设计和大家 一起看更大的事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